请跟一周娱乐风解读圈内新鲜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周报 我是卢卢 又到了盘点一周大事小情的时间 其实呢 这一周除了大家关心李文 以及蔡旭坤这个事件呢 还有不少的人 在这一周当中异军突起 其中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是李文的女儿哈文 另外一位呢 就是魏大勋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啊 可能在不经意的角落之间 会让你惊掉下巴的一些小瓜 今天娱乐周报当中呢 带大家一起总结一下 好老规矩 来到我们娱乐周报的人物片 李文的女儿哈文 在21岁女儿法卖图现身了 法图卖 现身了时尚活动 那么这也是法图卖的首次公开亮相 他当时呢穿着黑色的路背裙 肩颈线条也是十分优越 特别吸睛 据悉呢 法图卖即将出道做演员了 李文的媳妇哈文呢 更是控制不了自己兴奋的心情 连晒了十张女儿的照片啊 并且评论称 刘家游女初长成啊 体现出啊 这个展现的女王太美了 网友也忍不住打趣到说 的确啊 替李勇老师开心 女儿也进入了演艺圈 变成父母的骄傲了 哈文在晒幸福的前提下呢 母爱满满的赞美闺女说啊 看宅的女王太美了 接下来呢 法图卖也分享了母亲的动态 官方回应说 谢谢邀请啊 看过一场很梦幻一般的秀 从法图卖精简的言语当中 可以感受到啊 这性格还是蛮高冷啊 法图卖在今天呢 也是穿着一件吊带啊 留着一头长发 给人感觉也是很有气质 在父亲李勇去世之后 法图卖在妈妈哈文的照顾下 长成了一个挺挺郁立的大姑娘了 长相也是越来越有爸爸李勇的味道 而哈文呢对于法图卖的照顾 也是十分的账心 从现在啊 这个法图卖的这个 他的发展啊 以及现在照片来看 确实呢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一定不缺乏爱 好我们再来聊一聊 这个圈内一些新鲜事啊 或者说圈内的一些潜规则 真的是有吗 7月1号呢 有狗仔山出了一则歌手 单依纯最近的画面 而且调侃说 00后小花整顿娱乐圈 那让老板亲自当司机啊 那作为中国好声音 2020年的年度总冠军呢 单依纯人美歌甜啊 一出道就凭借一首永不失联的爱 就光速走红 现在呢 他除了发布单曲参加综艺 还参加了电影资源 超超级好 发展势头正谋啊 可以说呢 绝对是公司的香伯伯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 老板对于他来讲 可是寄予厚望 他他这个出行被刘大锤拍到 说啊 他身边呢 没有跟着经纪人 而是老板啊 主动帮他提行李箱 把他送到车上 他手上呢 也是提着一个价值 近5万的香奈儿 随后呢 就走在老板的身后 老板亲自开车 送他上下班啊 而且在这个 单依纯下班之后呢 老板又亲自送 手上提着东西 带他去吃饭 然后吃饱喝足之后呢 老板又帮他拖行李箱 带他去酒店办理 入住手续 等一切办理妥当之后 才离开 离开之前呢 还不放心的叮嘱单依纯几句 他就说哇这两个人 是什么关系啊 是真的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吗 不过话说回来啊 整个在这个狗仔拍摄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一直保持着合理的社交距离啊 大家还是谨慎吃瓜啊 但是呢 这个是这个被拍到的 这些视频倒是蛮新鲜的啊 看这个老板对于单依纯 真的是非常疼爱了 好再来聊聊 本周的下面一个人物啊 在7月12号呢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出了 在哈佛大学偶遇到王子文的一个动态啊 那么在偶遇照当中呢 王子文还是状态很不错啊 一身很酷的装扮 而且呢 也是淡妆出镜 网友合照的时候呢 他脸上也是很开心的 充满亲和力 而且呢 在一张图中 他手拎名牌包包 双手插兜和女粉丝合照 看起来身材娇小 但是呢 网友都说哈 说这个气场看起来却很强大啊 不愧是女明星 不管何时呢 哎 这个状态都是在线 当然了大家更加关注的是 王子文为什么会来美国啊 就是大家就想到他的恋情啊 说他前面跟他分手的 这个他的前男友啊 他从小呢 就是在美国长大啊 网友文呢 在之前跟吴永文谈恋爱的时候 非常喜欢秀恩爱嘛 所以当时呢 他们对这个 关心他们的网友啊 对于他们的感情啊 他们的生活都很了解 那吴永文呢 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 所以呢 在美国被偶遇的王子文呢 就有很多网友猜测说 他是不是去找吴永恩复合了 那对于网友的这种猜测呢 很快就有知情人士发声啊 说吴永恩现在在上海 而去美国呢 王子文只是单纯为了陪儿子豆芽 上美国的下校而已 大家不要再这样猜了 早前呢 曾经在节目当中 承认未婚生子的王子文 时不时就会在社交平台 分享母子的日常 虽然说王子文呢 从来不曾曝光他儿子的正脸照啊 但是他透露说 儿子的小名叫豆芽 那么作为单亲妈妈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 对儿子的陪伴 也从来不吝啬表达对儿子的爱啊 王子文呢 曾经表示每天都会告诉儿子 自己很爱他 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啊 这个儿子的爸爸究竟是谁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徐静雷呢 其实后来啊 就一直是定居美国自己生活的 也是十分惬意 但是呢 由于这个他是最早一期出道的 这个微博老徐啊 所以很多人呢 还是非常关心他的动态 最近呢 徐静雷晒出了一组 自己泳装度假的照片啊 看起来状态超好 然后在这个照片下面呢 就有网友在评论区说 我有一种直觉 你当妈了啊 这个徐静雷呢 更是大方的直接回复说 不要相信你的直觉 前段时间不知道哪儿来的传言 说徐静雷这个怀孕了啊 可能大家也希望说 这个徐静雷啊 年纪到了差不多了 也希望他能够有个孩子陪伴自己啊 就是一种大家美好的愿景 不过呢 徐静雷也是否认了自己怀孕的传闻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这一组照片啊 皮肤状态真的超好 顶住了怼脸自拍 看来呢 自己的生活还是非常惬意的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关注下面这位人物啊 今天呢 来到了另外一位 最近可以说是在风口浪尖上 当然了 这个风口浪尖是一个好事的人物啊 因为最近呢 他的悬疑篇消失的 他可以说是大爆大火啊 那么陈思成呢 也再次呃 这个迎来了他的事业的一个小高光 最近不仅仅是事业高光啊 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7月10号呢 有媒体曝光了45岁陈思成 跟24岁小女友一起约会的画面 在娱乐圈啊 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啊 有出轨传闻 还混得这么风生水起的 可见陈思成确实是有实力啊 而且身边啊 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1岁的女友作配 陈思成离婚之后呢 大家都说啊 过得更自在了 当时被拍到呢 陈思成看起来其实很警惕的啊 身穿黑色T恤 然后戴着黑色帮着帽帽 戴黑色口罩 然后还有黑色墨镜 那包裹的相当严实 但是啊 你说说啊 这个虽然不想被认出来 或者说包裹的严实 可能是为了要 要不被人认出来 但是啊 你这个大夏天的 裹的这么严实 那不是反而更加出权 更加回头率高吗啊 因为在人群当中 你这个显得实在是太与众不同了 所以呢 一下就入了狗仔的眼啊 那从画面来看呢 是陈思成陪着女友逛女装 然后这个狗仔爆料说啊 这个两个人在逛街之前 陈思成还陪着女友去做了美容 可见他是相当的有耐心 离婚之后的陈思成呢 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哈 最近他兼致的消失的 他票房大卖也收获了很好的口碑 这些都远超巨方的预期 估计陈思成一高兴啊 软具的零花钱也能涨不上 其实呢 陈思成跟软具的恋情 是曝光在去年九月份啊 当时女方的身份被巴士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当时呢 还以为陈思成只是玩玩 这个女孩呢 只是她一个过客而已啊 没想到这都过去一年的时间了 两个人感情依旧是你弄我弄 陈思成突然变得这么长情啊 让很多网友都觉得很意外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今天的热点片啊 歌后李文因为抑郁症去世 那么他的亲友粉丝 仍然在无尽的悲痛当中 关于李文真正的死命是什么 还需要等待最后的解剖结果啊 需要大概两周的时间 那么李文的桑林呢 大概在八月举行 根据李文二姐李思琳证实 李文生前不仅饱受抑郁症折磨 年初还被诊断出乳癌 加上他左腿天生缺陷 不得不接触手术治疗 各种不好的事情接踵而来 让他情绪越来越差 除此之外呢 让李文真正感到绝望的 恐怕就是那支离破碎的婚姻了 李思琳透露说 感情是妹妹唯一的死穴 她的抑郁症加重 也是婚变导致 针对这些李文的老公 布鲁斯却在李文去世之后 把简介给更改了 然后否认啊 他说自己对李文一直很好 否认伤害过他 还亲切的称呼他为亲爱的妻子 布鲁斯这个举动 真的让人看不懂啊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对李文一直很好 为什么会和李文分居两年呢 要知道啊 李文其实他是非常需要 这个情绪照顾的人 他不可能主动提出 或者说主动愿意 去跟一个对自己很好的人分居的 而且啊 在李文患癌期间 难道他对李文不管不问 这都是对他很好吗 就连妻子自杀 他都一点都没有自责 如果他在说谎 那么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为了和李文家人争夺遗产 还是为了让自己良心上过不去 或者是为了自己不被网报呢 港面也报道说呢 李文的老公找了律师想推翻遗嘱哈 李文的姐姐也没有否认 当下粉丝找到了李文老公 婚内出轨的疑似证据哈 正是说他私生活确实很混乱 而且这个照片呢 尚在李文生病期间 不管不问 也就是今年5月15号 李文乳癌腿部手术的恢复期 李文的老公呢 就约着多位美女聚会 还爆出了亲密合影 两位美女呢 也露着大白牙 看起来玩得很嗨哈 除此呢 身后还有穿着白色短裙的性感女子 看来呢 美女真是不少哈 很难想象 李文的状况是那么糟糕哈 而且他还有心情跟别人的女人玩暧昧 还还要说自己always nice to her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简直又是啪啪打脸 也难怪李文的情绪波动那么大 身体上的疼痛 加上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 恐怕呢 真的是很难想通啊 为什么他也想不通 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次背叛啊 一次次的原谅换来的 只是变本加厉 好 最近呢 跟大家聊一个热门话题哈 那就是我的人间烟火呢 正在热播 结果呢 男二号梦艳成火出圈了啊 魏大勋的终于啊 火了他的风头 直接盖过了主角啊 可以说这一部戏顶 过去15年干的所有哈 我们来看一下魏大勋的梦艳成火爆程度啊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 他出演的角色热度甚至远远高于主角杨阳啊 姓名家角色的话题也比杨阳的高一千多万的讨论度哈 担任角色魏大勋突破了两亿而杨阳还停留在1.5亿 要知道呢 其实流量明星的粉丝刷话题很厉害啊 出演就会带话题 就这样还直接被魏大勋超过了 可见这个这个真的是他的实际哈 微博热搜呢 也几乎都被魏大勋霸占啊 什么节目路透机场图啊 全都上了热搜 话题讨论度很高 尤其是看你好星期六的路透啊 同期录制的还有杨阳王楚然啊 对比就很明显 网友就已经担心说他们地位会不会有变化 其实呢 89年出生的魏大勋在一乐圈已经熬了14年了 他的处境一度很尴尬 85生或者是90生演员表当中从来都没有把他列进去 可能在此之前 大家想到魏大勋啊还觉得他就是一个综艺咖 比起演员大多数人也更认可他的综艺人身份 觉得他是谐星啊综艺咖 但是在我的人间烟火当中呢 却没有人敢说魏大勋不是一个演员了 他确实凭借着出色的扎实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颜值也被拔高了哈 所以演技真的是很好的整容啊 这样的掌声呢 确实来之不易哈 魏大勋在直播当中也提到说自己剧情需要蒙减肥啊 为的就是要让戏真 因为当时呢有一场戏是许沁把孟艳成认成了宋艳啊 所以他为了让自己背影像洋洋疯狂减肥啊 当初呢魏大勋为了报考中戏表演戏下定决心减肥 也是直接从200斤受到160斤最终成功被录取 入学之后呢 他又陆续在各大剧组发简历试系 后来在08年靠网剧苏菲日记成功入圈了 之后呢又在多部剧当中出演男配 直到一幼二分之一的夏天他认识了同剧组的演员尼坤 被介绍了签约韩国经纪公司JYP 那么他成为了JYP演员部的第一位中国人 也成为了王家尔的前辈啊 这是一个冷知是吧 好那其实呢JYP也是悉心的培养他 这几年的魏大勋在影视发展跟综艺比起来呢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突破啊 只有关于唐医生的一切稍微有点存在感 而且还是他谢女友秦兰的主演剧哈 综艺资源却特别多啊 比如说做家务的男人大侦探啊 还有各大知名综艺的飞行嘉宾 但是为什么哎正经的演戏作品 他没有的时候综艺的资源却这么好呢 一个是他确实比较有综艺感啊 还有就是他确实是有背景 他的父亲被称为是吉林首富啊 旗下公司众多 涉及房地产传媒财务等行业 身价高达数百亿 母亲呢也管理了很多公司 而且他自己名下也有九家公司 说到魏大勋的上辈呢 那来头就更夸张啊 据称呢 他是梅兰芳老板的第四代外孙 而奶奶家的装修呢 一看就不俗啊 不过呢 他从来没有显露过自己这么好的背景啊 还总提到说自己很抠很屌丝啊 家庭出身很不错 事业顺风顺水 感情也不简单啊 魏大勋最拿手的就是情绪价值的感情 女人缘不要太好 而且全都是姐弟恋啊 绯闻前任由李庆 马苏 杨幂 现任是秦岚啊 这些姐姐们失业都比他好 而且呢 极端恋情传闻不是英系结缘 就是因为综艺 最神奇的是他还跟何炯传过绯闻啊 除了上过何炯的多个综艺之外呢 两个人还私下经常被抱一起出行 然后被抱说一起坐飞机 同一同旅游 日本韩国都被偶遇等等啊 不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姐姐们啊 都是这个还是同行啊 只能说魏大勋本人 真的很讨人喜欢 很会做人 才能收获这么多业内人士的喜爱啊 有人说呢 这魏大勋这波是老来得粉啊 其实呢 89年他还很年轻 未来可期 好 在影视片呢 跟大家聊一聊啊 在这周刚刚上上架的一部剧哈 就是龚俊跟迪雷尔巴主演的安乐传空降开播 那么这部剧呢 是改编自小说帝皇叔讲述的女啊 这个女主呢 因为变故流落民间之后安置受难的百姓 同时调查家族变故真相 在这过程当中被男主赏识的故事 那当然了 这部剧呢 遭到了很多的吐槽哈 比如说有人说这个配音出戏啊 有人说这个两人脸崩等等啊 当然了 现在到前几集呢 还不能够直接给他下定论 说这个剧情好或者坏 我自己看过一集啊 确实这个配音有的时候对不上嘴形 有一点点出戏 不过呢 还是打算给他几个机会 看看后面会不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娱乐周报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关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视频 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发表你自己的看法 我是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